水梯田是供僚区域相当有特色的传统农作方式 而供僚封诸国中为了富裕在地的水梯田传统 带着学生们夏田收割 用行动体会到白米饭如此的得来不易 供僚的水梯田因地形不利于机械收割 需以人工进行农作 地主同时也是封诸国中学校老师 带着学生趁着台风未来夏田干活 第一个就是割稻子我们要注意说 要安全不要去割到自己的脚 第二个步骤是脱骨肌 脱完稻骨以后我们会拿到那个塞骨场 做那个塞骨的动作留下饱满的骨粒 然后脱完骨以后我们会做哨带骨的动作 那塞完稻骨就是一样再做一次那个过塞的动作 把那个不饱满的骨粒弄掉就可以拿去连米了 这是整个大概我们种到的一个过程 大家都很怕昆虫 然后还有就是怕土啊什么的 然后我自己是很怕就是脚趾头里面有东西 然后就是大家一开始在夏田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敢夏田 是到就是大家一个签一个啊 然后还有老师带啊 然后就大家就牵着 然后大家一起克服那个恐惧 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割下稻碎放置在稻头上 宛如放置水面上的脱架 小心用脚弓踩踏剩下的稻头 让其成为田中绿肥 学生集中稻碎放进少见的人力脱骨机 手脚并用去除稻梗 然后来到稻城做筛骨 繁复的流程亲力亲为 让学生感受在地传统的收割 清净乡土 这里已经种四年了 那我们是因为学校刚好有老师 他是这里的农地的一个主人地主 那我们就跟他接洽 也变成我们的水稻老师 那我们希望从这样的一个水梯田的富裕的过程当中 让学生了解说整个生态 就是水梯田他是怎么样富裕的 那另外也希望说学生从体体验当中 知道历历皆辛苦 学生五六点便开始辛苦处理庄稼 收割完都将近中午 女学生展现不怕脏 不怕辛苦的精神 回学校吃午餐感受特别深 一碗白米饭得来如此不易 平时更需爱惜现有的资源 珍惜在地特有的水梯田文化 记者超号文共聊采访报导